我們很多的建設其實都比較屬於政治型的 在改善灌牌的設施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 重要的農業大線 我們可以找出一區出來的 你就有一個重要的關係 找一個喜歡區 我們真的就是把那邊的農水路好好的整理好 有這樣的建議很好 所以你有一個地方示範出來說 欸 以後農水路就是要這樣做 然後其他的地方再一區一區這樣來做 這樣才會更有效果 或者每年投入這樣的18億到20幾億 我們也很擔心就這樣沒有展現太大的效果 從過去到現在 不管是國民黨執重是民進黨執政 其實我們都還留意什麼 還留意政治的開關我們的灌牌的營運 但是 都還是在政治性 每年10月找他之後就不會這樣 因為全部都佩合農民的需要 就直接安排 所以我覺得你就應該加重他這方面的工作 就提示就是 你給我拿出一些喜歡的價位嘛 馬上就可以來進行 讓農民有感啦好不好